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疫情期间上海的咖啡店现状的视频 那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 餐饮业 娱乐行业 电影业都是处在一个非常萧条的时期 一年过去了 我觉得是时候在通过我自己这一年的观察 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店以及开咖啡店的这个话题 咖啡飙汁 一口揪入魂 事情来要从我前两天收到的一条微信消息说起 就是一个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他想开家咖啡店 自己不会做咖啡 但是他买了一个铺子是在社区里面 想要装修开成一家咖啡店 他把他想要用什么的设备以及开店之后怎么样来操作都给我说了一下 听到这里之后我知道他手上是有一些闲钱 然后有预算开店的朋友 我就回问他原话就是能赚的回来不你觉得 因为开店要赚钱这个也没有人觉得不妥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迂回的 所以我在讨论事情和问题上还是比较直接的 他给我的回答是铺子自己买的 自己辛苦操作一点 不用考虑人工费 他自己是设备控 所以说设备一定要好 说出来这几个点了之后 我自己心里面其实已经能联想到这个店 它以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 因为我之前见到土豪开店实在是太多了 开之前自己也没有要求说想要赚钱什么的 找一个别墅 里边咖啡机 烘焙机 色质仪 浓度仪 摆一堆 算一算设备上就能花几百万 一年不到设备就二手卖掉 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真实的事情 我没有针对性的意思 如果有碰巧跟你这个土豪对上号 那也只是凑巧 这种情况在5到10年前你会经常看到 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精品的咖啡 这个概念正在席卷市场 这些年还有 但是适当的少了一些 因为开店的人也慢慢的理性 回归到本身思考自己到底是纯爱好咖啡 还是想要通过咖啡来开创自己的事业来赚钱 那如果是前者 那我还是建议你把开店的钱省下来 那每个周末假期约着朋友去找不同的咖啡店和和好的咖啡 看看不同的设计 飞到不同的城市感受一下不同的饮食文化和咖啡氛围 那就完了 别开什么咖啡店了 对吧 因为你就是单纯的喜欢咖啡而已 enjoy这种状态 如果是后者 你是想通过咖啡来做自己的事业赚钱的 那说明你的出发点已经很明确了 那你就可以勇敢的踏出这一步 做好自己的定位 step by step 走对每一步 开个小店 打理照顾好 还是比自己上班拿工资好一些的 那正在看我节目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考虑好你自己的出发点的话 暂且先放下这个念头 跟自己好好对对话 把自己的内心需求挖掘出来之后 再去take your action 一点都不迟 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我开店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也有可能你自己是有点模模糊糊的 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开店的初衷 用跟自己对话的方式给挖掘出来 不然后面必走弯路 2019年的时候 我说要去悉尼参加当地的一个咖啡比赛 那比赛的间隙 我跟在场的每一个评审讨论过 如何开一家咖啡店的问题 他们都是咖啡行业里边从业十几年的 从最开始的洗杯子洗碟子开始 那他们有做咖啡培训的 有自己开咖啡店的 也有做咖啡品牌内部的员工培训的 当我问到你们有没有一些建议 能给到一些新开店的人的时候 那他们也有一些共识 要学会成本控制 要了解店面的位置 和周边的客人的消费习惯 不同的地方 它对产品和服务 它的需求都不一样 要学会咖啡的品控 要知道自己出品的咖啡和餐食 是不是好的品质 而且是稳定的 要会服务 也要会店面营销 那怎么样让自己的店面 快速地度过一个刚开店 还没有稳定客流的真空机 那也要会人员的管理 怎么样培训员工等等 这是Jivi 等一下看 他对整个咖啡行业 以及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 是怎么理解的 你有什么详细 给人们想工作在咖啡业 和人们想开放咖啡店 如果真的想开放咖啡店 你必须可以製作咖啡 因为我也是在台湾的店 我也是在台湾的店 但是我的哥哥 是在台湾的店 所以如果咖啡店 没有那些技术 就不会开放咖啡店 然后咖啡店 需要在商店的工作 去记住客 至少当你开始你的商店 你必须要在6个月 你必须要在那里 但是在6个月至1个月 你必须要在这些工作 你必须要知道 如何做任何工作 例如 洗 dishes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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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你认识了一部分的事情, 当有人离开,你可以进入 你必须要解决账的价格 因为它会是价格的价格 和咖啡和价格的价格 是价格的价格的价格 所以你必须能认识 然后你再次回来 你能处理一下 然后你能够做更多的东西 你能够做更多的东西 你能够做更多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 他们本地从业人员的一些经验 以及知识 我的咖啡是在一辅导屋 叫Hornsby 主要是客户的价格 他们喜欢很高的咖啡 非常传统的 对,非常传统的 咖啡 trend 特别的咖啡 trend 是很快的 改变更快的 但是我们的客户 不继续的传统 我曾经试过 新的传统的传统 传统的传统 像蜂蜜 或价格的传统 甚至是黄色的传统 但我们的客户 但是我们的客户 喜欢很酷的 很酷的咖啡 看到这里其实你应该就会意识到 开一家咖啡店 其实要比开一家面馆 炒菜店 这种传统的餐饮店要更复杂 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麻气虽小 五脏俱全 另外我在采访的这些评审中 他们都没有提到的是什么 他们都没有提到 你要用多贵的设备 你要花多少钱在装修设计上 相反 则是在控制好成本的前提下 去提升品质 为什么 你以为花个十几二十万买咖啡设备 大几十万装修设计 咖啡店就能成功了吗 反倒是这种 失败的案例会更多 因为你在成本的控制上是失败的 其实开咖啡店 一定要去借鉴一下 奶茶品牌的成本控制 我意思是借鉴 不能完全按照 奶茶品牌的成本控制来走 如果你能保证自己咖啡店里边 每天的出品在200到300杯以上 你整一套十几二十万的咖啡设备 还是能匹配的 这个叫投资回报比 但是如果你店里边的咖啡 每天可能100杯都不到 三五万的设备 甚至是万宝块钱的设备 就完全没问题 你也别说用这么便宜的设备 是不是老板不注重品质 设备的好坏 其实跟你做出来咖啡的品质 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直接关系的是原物料 和人员的管理培训 不过也不乏有一些开店 不为了赚钱 但是也可以服务于他们自己产业的 这样也能说得过去 至少是有附加价值的 我之前培训过的一家游戏公司 他们纯属是为了员工福利 在公司建了几个吧台 找专业的咖啡师 给他们员工做咖啡 只能说游戏公司真赚钱 记得当年为了拿下这个客户 我还自己提前下载了他们的游戏 玩了玩研究了一番 话题扯得有点远了 当然我不是说咖啡行业不好 这个行业非常好 而且每年的市场的增速很可观 这些年加上资本的助推 把一个本应平稳增长的咖啡市场 像是踩了烽火轮似的 一下子又快速的飞了起来 你一个从来不喝咖啡的人 你也可能会听过 连锁咖啡品牌的融资一轮又一轮 电视商咖啡品牌的融资 也是一轮又一轮 估值屡破新高 资本永不免 其实我们纵观很多新兴的行业的发展 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新的市场诞生新的品牌和商业模式 经过初期的发展 一些模式和新的品牌才展露头角 在市场有一定的知名度 敏锐的资本入场了之后 一大波浪潮奔涌而来 整个市场开始躁动 品牌们趁着大浪潮 有的游泳 有的扬帆 三五年后 资本的浪潮慢慢的恢复平静 你觉得是游泳的能取得胜利 还是扬帆的能取得胜利 浪潮退去 扬帆也有可能搁浅在了岸边 也有可能已经前进到了无尽的大海 游泳的也有可能被浪潮淹死 也有可能在浪潮中抓住一块木板存活下来 能够坚持下来的一定是那些明确自己目标的 走对每一步的 或者是一步一个脚印的 关于开店我想聊的就这么多 希望看到最后的朋友关注我们一下 你们有什么想法 欢迎留言给我们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